- 参考消息往6月20日报的外媒称,就在中美两国朝着可能爆发的贸易战越走越近的时候,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月指示美国贸易代表,准备对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行关税,美国当局变本加厉,据美联社6月18日报道,特朗普希望把这次关税税率定在10%,这将是两国进一场年巨大的贸易失衡而越引越烈的争端中。 最新一轮惩罚性措施,特朗普最近下令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,中国很快对美国的出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,这一举动引起了美国总统的不满。 特朗普说,如果中国对新一轮关税做出回应,那么他将采取行动,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。 报道称,目前尚不清楚新的关税,将于可施实施,因为贸易代表办公室,尚未确定哪些中国商品,将面临处罚或进行法律评估。 两国宣布的第一轮惩罚性关税,将于7月6日生效。 报道称,近几个月来,特朗普出台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。 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,包括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制片征收关税,在从北美到亚洲的贸易谈判中做出强硬的表态。 报道认为,中美争端的升级,也可能是对其他贸易伙伴的一种警告,特朗普与包括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贸易伙伴一直不睦。 报道称,在华尔街却以谨慎的态度,看待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,担心这会扼杀特朗普任内已经实现的经济增长。 特朗普的前首席经济顾问加里克恩上周说,关税大战可能导致通胀和消费者债务,这些都是以往导致经济暴缓的要素。 另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6月19日报道,内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,面临进一步升级的危险。 特朗普宣布,如果中国针对美国此前的惩罚性关税,真的把报复性关税计划付诸实施。 他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收进关税。 报道称,特朗普宣布这个消息后,在远东市场上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,东京股市开盘也下跌。 此前,对于一场全面的中美贸易战的恐惧,已经拖累了纽约股市,中方不惧极限施压。 据路透社6月19日报道,中国商务部指责美国引发贸易战,称如果美国再出台一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,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,做出强有力反制。 报道称,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威胁,将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%的关税,称此只是为了报复中国做出的对从美国进口的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。 中国商务部1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,美方在推出500亿美元征税清单之后,又变本加厉,威胁将致近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。 这种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,被离双方多次戳伤恶实,也令国际社会十分失望。 声明说,美方发起贸易战,违背市场规律,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,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业利益,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。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,出台清单,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,做出强有力反制。 这份声明还表示,中方将按照既定节奏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坚定推进改革开放,坚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,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。 发布在中国商务部网站上的这份声明指出,中方的应对既是为了维护和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,也是维护和捍卫自由贸易体制,维护和捍卫人类共同利益。 另据法新社6月19日报道,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,要对中国商品加征薪的关税后,北京19日指责特朗普讹诈,并警告称,将采取报复性措施,这推动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迈向贸易战。 报道称,在特朗普推进其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优先议程之际,针对中国的贸易攻势,只是特朗普对美国经济合作伙伴,发动了多阵线战争中的一个方面,自6月1日以来。 从欧盟、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钢铁和铝制品,分别被征收25%和10%的关税。 报道指出,20年前,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拉动,但自从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中国在平衡经济,更多的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方面取得了进步,这限制了贸易关税,可能对北京造成的损害。 此外,去路透社6月19日报道,中国外交部19日敦促美国停止伤害性贸言论和行为,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,交了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,加低10%关税,外交部发言人耿爽,是在绿星记者会上,做出一声表述的,并补充称中方不想打贸易战,但也不怕打贸易战。 白宫急需改弦更招,日本独卖新闻6月19日刊登提为切断制裁与暴富的恶性循环的社论称,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已经激化,两国需要保持坦诚的交流,切断你制裁我暴富的恶性循环。 文章称,美国以所谓侵犯制式产权为由,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生惩罚性关税,并计划从7月6日开始分阶段实施。 中国也明确表示,一旦制裁措施启动,将会在关税方面,给予对等规模的报复。 此前在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钢率产品增生惩罚性关税之时,中方也曾采取报复措施,文章称,中美两国占的全球国内声插统治的约四成,两大经济体之间拈来我往的制裁,欲反制裁,加剧了市场和企业的不安,阻碍了全球的贸易和投资增长,而世界经济增长欲阻导致的负面效益,也会严重波及中美自身。 两国需要在采取追加关税措施时保持克制,说到底还是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,文章指出,迄今为止,美中已进行了多轮磋商,寻找避免制裁的办法。 中国同意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,美国财长姆努钦也曾承诺暂时搁置制裁措施,但是最终,特朗普大方面自会谈怕成果,做出了实施制裁的决定。 这使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互信遭到破坏,建设性的贸易谈判难以继续。 文章认为,特朗普应当从根本上调整,以恫吓,迫使对手让步的谈判战术。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19日报道,中美两国宣布的加征关税等制裁措施,产生巨大影响。 国际期货市场上,当豆价格暴跌,市场出现了担忧经济萎缩的情绪。 中美的制裁对象规模相当,约为500亿美元,但中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目录中,很多是美方高度依赖中国的商品。 报道称,特朗普政府15日宣布的制裁措施是,分两个阶段对价值于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,加征25%关税,7月6日仅限对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,剩余16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在德基宣布征收时间,中国随即也宣布加征对等的报复性关税。 报道称,中美措施的对象规模和时间虽然一样,但内容却不相同。 中国报复措施的对象大多是美国对华伊存度较高的商品,比如2017年美国出口的大豆中,有55%消化中国,乘用车等汽车相关产品,棉和棉制品,也由近17%去出口到中国,第一波加征关税的545项商品。 占到中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22.5%,FMBC日行政策经济学家丸沙伊正认为,乱伊对出口业者的不良影响,美方超过中方,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断带来的后果很严重。 报道称,美国加征关税的锅屋、涡轮、电动机等商品,2017年有超过10%是从中国进口的。 这些进口业者需要被迫选择是不顾加税,继续从中国进口,还是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替代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标志愿。 感谢观看